使中共官方限制海外公民回國的措施日益嚴厲。 緬甸接江商會會長屠國定表示,在軍事政變發生之前, 中共就已宣布在中國新年期間停飛國航、南航和東航的緬甸航線 直到2月20日左右。 政變發生後,唯一飛往大陸的每星期一班次的緬甸航空也立即停飛。 緬甸民航局通知說,當地機場將關閉到5月底。 2月1日,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直至未提制樓橋包, 僅聲稱我們注意到緬甸發生的事情,正在進一步了解情況。 中共駐緬甸大使館多個部門目前沒有人接聽電話。 緬甸當地中文媒體透露,政變發生前後聯絡中共大使館, 被告知沒有撤橋計劃。